看似平静的水面 却出现了一具下身赤裸的女尸 更令人气愤的是 她还是个年仅19岁的花季少女 时间 2016年9月2号 地点 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 早晨8点 汉南派出所接到报警 对方说自己变年轻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自己被吓成了孙子 一具女尸被发现在长江水域之中 并且死者下身赤裸没穿衣服 面部被透明胶带死死蒙住了口鼻 这异常的死状说明了一个问题 死者明显是被杀害的 那么他死前到底经历了什么 接到报警后 武汉分局立刻对这起命案展开调查 尸检后发现 死者死亡时间大概在三天之内 而在这三四天当中 报失踪的人员刚好有一人与其特征相符 2016年8月31日 蔡某报警称她女朋友失踪了 随即办案民警找到了报警的蔡某 据蔡某所述 8月30号早上 上完夜班的蔡某回到家后就睡着了 醒后已是晚上的9点多钟 而且发现女朋友至今并未归家 拨打了无数次电话 始终是关机状态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 交集的蔡某立马选择了报警 接到报警后 由于特征极度相符 蔡某被安排到太平间辨认尸体 经过对比后发现 江中的女师正是蔡某的女朋友小兰 据男友蔡某所述 他们是在一年之前来到武汉工作 二人在武汉同居生活 可在出事前不久 小兰突然提出了辞职 原因是不想再上夜班了 男友蔡某认为 二人在同一个公司上班可以互相照应 所以当时并没有同意小兰辞职 但不听劝阻的小兰 还是在8月25日辞职离开 没想到的是 6天之后女友小兰便出了事 据蔡某回忆 他们来到武汉的时间不长 在这里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 更没有结下良宰的仇人 女友出事蔡某也是一头雾水 法医经过进一步勘验 确认了死者小兰的死亡原因 小兰是被掐紧后窒息死亡 死后被人抛入了江中 此地正是发现死者小兰的案发现场 这里除了过往的几条船只 周围几乎没人会来到这里 于是专案组根据此地的特点以及水流 判断抛尸的可能就在案发地的附近 并且立刻在附近展开了地毯时搜索 果然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在一片杂乱树叶下发现了一个法式 法式的出现印证了专案组之前的判断 小兰即有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被抛入江中的 可是凶手究竟是谁 她又为什么会杀害年仅19岁的小兰 专案组一边仔细勘查现场 另一边对死者小兰的社会关系进行摸牌 据小兰妈妈所述 小兰和她的男朋友感情并不好 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矛盾 不至于会弄出人命的地步 所以小兰的母亲也想不明白 自己女儿为什么会被人杀害 随后专案组经过逐一排除 判断凶手极有可能是小兰不认识的陌生人 于是决定 从被害人失踪那天的行踪开始调查 很快传来了好消息 小兰的同事陈某似乎碰到过小兰 陈某反应 8月30日早上9点碰到了小兰 并且听小兰说要去一家公司面试 这个线索让专案组眼前一亮 于是立刻赶往了小兰面试的公司 经过核查后发现 小兰果然在这家公司的应聘登记表上有签名 随后民警调取了该公司门口的监控 这名白色上衣的少女正是小兰 而紧接着 一个可疑男子出现在监控之中 根据监控分析 男子的身高大概一米七左右 很瘦 年龄大概四十多岁 在小兰应聘期间 男子一直跟在身后 半小时后两人一起离开了公司 可是这名可疑男子究竟是谁 经过男友和家人辨认 他们都没能认出可疑男子 但能确认的是这名男子载着小兰 驾驶了一辆红色三轮车 而且可疑男子很可能是小兰出事前 接触的最后一个人 可是在汉南区一模一样的三轮车 有好几千辆 找到这辆三轮车无疑是大海捞针 但是有经验的侦察人员 还是发现了小兰乘坐的三轮车上 不一样的地方 这辆三轮车上有两个比较大的广告字 而且行李驾驶经过自己改装过的 根据这些线索 侦察人员很快从其他监控上锁定了目标 监控录像显示 8月30号上午小兰和可疑男下车后 二人一起走进了路边的一家饭馆 半小时后 两人再次乘坐三轮车离开 最后三轮车驶入了一片老旧房区 而到此为止 二人便消失在了监控之中 这片旧房区大多都是平房 有很多杂乱的流动人口 这个可疑男子为什么带小兰到这里呢 是不是可疑男就住在这里 随即侦察人员开始进行秘密走访 民警拿着监控截图给群众们看 很快发现了新的线索 有人称这个人好像是老软 老软正是以三轮车载客为生 那么老软是不是监控中的可疑男呢 而他现在又在什么地方 而就在这时又有了一个新的线索 根据对比后发现 DNA并不是小兰男朋友的 这就证明小兰在出事前 和另外一名男子发生过关系 难道正是骑三轮车的可疑男吗 随后 技术人员在数据库中进行了进一步的对比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 该DNA成功的和一起强奸案对比成功 此人名叫吴启松 曾在广州犯下强奸案 但后来并没有抓到此人 这个线索的出现 让小兰被害案变得更加复杂 刑侦人员也十分困惑 为什么又出来了第三人 根据前面的线索 老软有重大作案嫌疑 可是DNA报告却指向了载逃人员吴启松 这让办案民警一头雾水 经过一致决定 专案组认为还是应该先找到老软 经过暗中走访 发现老软这几天一直都没怎么露面 也没人见到老软去了什么地方 随后民警找到了老软的好友老杨 据老杨反应 老软中午曾找到了自己 并且说想要把自己的三轮车给卖掉 这种种迹象都说明一个问题 老软似乎要潜逃 于是专案组立刻想到了一个办法 民警假装自己是三轮车的买家 并且联系上了老软 等老软如约而至后 民警蜂拥而上迅速将老软抓获 经过初步审讯 原来老软就是吴启松 而他和被害人小兰也根本就不认识 据吴启松回忆 2016年8月30日上午 如同往常一样 自己驾着三轮车正在路边等生意 那是要去面试的小兰走上了车 二人经过协商 以往返40块钱的价格成交 紧接着吴启松带着小兰前去面试 这才出现在了面试公司的监控中 面试结束后 小兰又坐车去了另外三家公司 可都以失败告终 随后吴启松将小兰送回了城去 就在这时吴启松起了别的主意 入室未深的小兰当时没有任何怀疑 二人随后便进入了饭店吃饭 吃饭过后吴启松又说要回趟家 就这样吴启松又将小兰带回了家中 回到家后 吴启松告诉小兰可以先休息一下 等下午面试时间再将她拉去面试 吴启松的热情让小兰没有任何节奋 那时的天气依然温热 小兰就这样玩着手机睡着了 而吴启松也睡在了沙发上 直到下午两点钟 吴启松睡醒 醒后的吴启松心中不是滋味 自己拉克不但没赚到什么钱 还搭上了一顿饭 于是吴启松走到床边问小兰要五百块钱 小兰并没有答应 于是吴启松上前掐住了女孩的脖子 小兰陷入昏迷后 吴启松与其发生了关系 可没想到的是 小兰被强暴后不久就醒了过来 并且声称自己要马上报警 我想到我有前骨是不是 没想到 小兰要报警的这句话 并没有吓住吴启松 反而让吴启松萌生了灭口的想法 因为小兰一旦报警 肯定就会牵连出 她在广州犯下的强奸案 当时广州的受害者同样是19岁 就是被她残害的另外一个广东的 广西的那个女孩 在广东被残害的那个女孩 没有杀人未遂的 据吴启松交代 广州的受害女孩是自己的同事 后来女孩在医院中醒来 吴启松听说后这才逃跑到了武汉 如今自己又一次犯小恶行 吴启松心想 如果这个女孩报警 自己肯定吃牢饭 于是吴启松第二次掐住了小兰 见小兰不动她后 吴启松怕小兰会再次醒来 所以用透明胶带封住了她的口鼻 就这样 19岁的小兰没有了任何呼吸 紧接着吴启松买了编制袋 等到晚上后 她将小兰装了进去 搬到了三轮车后运出了房区 随后吴启松急忙驾驶三轮车 来到了人烟稀少的抛尸地 见四下无人 吴启松将小兰抛入了江中 可是令吴启松没想到的是 仅仅三天后 小兰的尸体便被发现 吴启松见到街上到处都是警车 她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路要走到头了 对不起她的 对不起她的父母 有什么办法 我能一个人 现在我用我身上的国国器官 转现出去 救十条命 因为迷不了我的故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